一个陌生来电 几句简单问候 是谁让古兮老人言听计从 逐步上钩 他说他是同行的金老科大夫 话言巧语推心致富 嫌疑人利用何种手段 让被害人深信不疑 捐献公司事会 捐献一千个一万 对于犯罪分子 针对中老年群体的骗术 我们该如何防范 敬请收看平安365 2017年4月2日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 府宁分局 接到辖区居民 王传生的报警电话说 自己省吃俭用 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金 6万元被人骗走 事情还得从王传生 接到的一个电话说起 2017年3月22日下午 在家看电视的王传生 接到了一个 以010开头的电话 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陌生的来电 正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有一个叫余真理 他说他是同仁堂的新老科大夫 王传生在获悉了对方来自国内知名药行后 并没有挂端电话 而是尝试着与对方攀谈了起来 让他意外的是 这一通电话 王传生竟收获了一个惊喜 享受国家政策 全额报销药费 难以置信的是 这天大的好事 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原来 王传生常年患有静脉曲张等疾病 每个月都要花一千多元购买药品 由于身体原因 王传生一家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 全额报销药费 这一福利 无疑是雪中送炭 王传生与这个所谓的同仁堂大夫 交谈一番后 便向起询问如何报销药费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 想要获得这笔报销款 是有一定条件的 他说得够一万块钱 据这名大夫说 国家最新政策 自2016年国庆起正式实施 凡购买药品达到一万元的 均可全额报销 而王传生自新政实施起 累计购买的金额是8500元 也就是说 他需要再次购买价值 1500元的药品之后 便可达标 领取一万元的报销款 由于再三 王传生还是向这名 所谓同仁堂的医务人员 汇去了1500元 没过几天 他果真收到了三盒 保装精美的保健品 在收到快递之后 王传生便迫不及待地 向这个所谓的同仁堂药行 拨去了电话 本以为按照规定 可以领取一万元的报销款 可谁知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他 又有新的优惠政策 即将出台 在电话中 这名大夫告诉王传生 只要资源捐献5000元 便可获得红十字会的 5万元返现 但是想要得到这笔返现 必须先交纳2万元的保证金 此后这笔保证金 会与返现钱款一并返还 好事接二连三的到来 让王传生心里十分高兴 第二天 他便给对方 汇去了25000元 本以为保销款 能够顺利返还的王传生 不会想到 在这背后 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不久后 他又多次接到电话 内容依然是以各种理由 要求汇款 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返现钱款 在随后的日子里 王传生在对方的指示下 分别汇去了公证费 13500元 手续费8400元 认同费7500元 税费4900元 加上之前汇款的26500元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王传生共计汇款60800元 直到2017年4月2日 在其向所谓的同仁堂 致电询问返现的时候 才发现事有蹊践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从最后再拨 这时 王传生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上了当 于是他赶忙报了警 在邦安民警对被害人的 后续调查中得知 王传生 63岁 是秦皇岛市 某单位的退休职工 自己和老伴的日常开销 都是靠每月3000元的退休工资 被骗的这6万余元 是老两口多年来 省吃减用攒下来的养老钱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 侦破此案 警方决定 兵分两路 展开调查 首先想追清赃款的具体去向 另一方面 我们也想通过嫌疑人 所使用的电话号码 获取更多的嫌疑人信息 但是这个号码在案发后 就已经停机了 一案未破 一案又起 究竟是谁在导演这一场场骗局 东城区一个财政局长吧 警方调查锁定幕后黑手 ATM机所留影像 能否成为破案关键 平安365正在播出 就在警方对王传生 汇款账号调查的同时 2017年4月7日 青黄岛市公安局 府宁分局 再次接到辖区居民 周冰华的报警电话 当时我说接到一个电话 说他是那个 什么北京东城区 一个财政局长吧 突然接到这样的来电 也让周冰华有些意外 这个自称北京的局长 到底有什么事 在电话里这位冯局长说 基于国家最新的医保政策 可以为周冰华报销其购买保健品 所花费的钱款 原来周冰华常年患有风湿病 经常会通过网络 及药店等渠道 购买保健品 以缓解病痛 然后他问完了 他就说 我这些个钱都可以报销 在电话中 周冰华感到这位冯局长 对自己的患病及用药情况 比较了解 自然就相信了他的话 与另一起案件 如出一辙的事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 想要获得报销款 必须先交纳保证金 手续费等费用 前前后后呢 我一共给他打了四万块钱 短短几天之内 纪连发生的两起案件 不仅说明了犯罪分子的猖皇 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 更为深刻的问题 不法分子 为什么总能以医疗报销等借口 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犯罪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中老年群体 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诱发各种疾病 必须依靠药物的帮助 来维持身体正常的运转 身体不好 我是心脏做手术的 吃高血压药 血压高 吃胶压药 身体 只能说一般的 平常是因来心脑痛 怎么吃 这次血压有点偏高 经记者调查发现 在中老年群体中 日常服用药品及保健品 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 实施犯罪 而另一方面 中老年人贪图便宜 期望全额报销的心理 也是上当受骗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警通过对两起案件的 案发过程侦查发现 两位被害人 均是已接到陌生电话开始 被不法分子编造 虚假信息所蒙蔽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遭人诈骗 符合电信诈骗案件的 基本特征 在确定了案件性质后 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侦破工作 那下一步咱们以社会人 打款账号作为切入点 把这个作为下一步的 工作方向 民警发现 在两起案件中 北海人都是向同一账号 进行汇款 那么这个银行账号 能否成为破案的关键 通过我们调查 嫌疑人的账户信息 发现办卡的人 是以一个叫陆阳的人办理的 这是一个虚假身份 办理的一个银行账号 嫌疑人的账户卡 在案发后 曾在张家口的一个 工商银行的ATM公元机上 取过钱 为了在第一时间 获取嫌疑人影响资料 办案民警 立即调取了这台 ATM取款机的监控录像 确定了取款 嫌疑人的正面影响 这个嫌疑人 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他在取款的时候 戴着帽子 有意躲避侦查 那么这名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到底是谁呢 他又藏身合处了 为了能尽快获得 有效的破案线索 办案民警向到 借助天网系统的帮助 调取沿途路面的监控视频 找到嫌疑人取款后的落脚点 通过对监控视频的分析 民警发现 嫌疑人在取款后 进入了距取款机不远的 一处小区内 那么通过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 分罪嫌疑人在这个小区内 几天内多次出入 所以咱分析 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小区 藏匿或者是居住 那么此刻他是否就在小区内呢 进入这个小区以内呢 发现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小区内高层住宅 就有十多洞 我们确定不了 这个嫌疑人的具体长相 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如果贸然调查 肯定会打扯惊蛇的 经过多日的遁守调查 民警发现 嫌疑人经常出没于 该小区三号楼 2017年4月20日 边移民警将下楼取快递的 犯罪嫌疑人成功控制 并根据其供述 警方将藏匿于该小区 三号楼二单元502的 其余三名犯罪嫌疑人 一举抓获 在这间不棄案的民房内 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 手脚作案电脑一台 固定电话五部 手机八部 银行卡四张 电话诈骗剧本两份 即人员信息九千余条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 就是该组织的头目 曹广图 河北省秦皇岛市人 35岁 吴野 那么这个以曹广图为首的 诈骗团伙 是如何编制这场骗局的呢 这件诈骗频频发生 类似案件究竟远刻而起 从网上购买 中老年人频遭诈骗黑手 个人信息又是如何泄露 平安365 正在播出 经过对四名犯罪嫌疑人的初步审讯 警方得知 获取中老年人 个人信息进行电话诈骗 是该团伙的主要作案手段 据曹广图交代 2017年3月20日 他在网上购买到了 包括王传生 周冰华在内的 700余条个人信息 包括家庭住址 电话的 随后团伙人员 李斯等人 便会根据这些信息 致电被害人 据曹广图交代 在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 团伙成员便会向被害人介绍 其享受国家政策的条件 还不达标 需要继续购买 一定数额的保健品 在被害人支付了 一定数额的钱款之后 该诈骗团伙会向被害人 邮寄一定数量的保健品 但这类保健品 多为残子品或者假货 价格远远低于 被害人支付的金额 随后团伙成员 会以交纳银行保证金 好处费等理由 诱导被害人继续汇款 实施诈骗 王传生及周冰华 就是这样 陷入这场骗局的 在整个诈骗过程中 团伙成员分工明确 各负其责 由团伙头目曹广图 负责购买个人信息 及管理团队日常事务 团伙成员刘静及李四 专门负责拨打电话 而赵凤华则负责办理银行卡 进行取款等业务 由于分工不同 团伙成员可以获得不同的提成 基本工资比如说 一个月是2500 加提成 提成业绩的百分比也算 一个月一万块钱业绩的话 提成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一个月五万块钱业绩的话 提成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在本案中 个人信息的泄露 是整个案件的源头所在 那么曹广图团伙 所掌握的中老年人信息 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从网上购买的 反正我买的不是很多 每次也就买个千八百条的 通过QQ好友 曹广图以极其低廉的价格 购买了近万条 中老年人个人信息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 这些信息来源 经过对曹广图等人的审讯得知 他们以相同手段 在河北 山东 山西等六个省份 十多个地区 实施诈骗四十余起 被害人四十余名 总涉案值二百余万元 目前曹广图等人因诈骗罪 已被河北省秦皇岛市 府宁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由于该团伙的肆意挥霍 王传生及周冰华 被骗钱款已无法追回 好在他们通过这起案件 提高了防范意识 对于电信诈骗 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面对发生在中老年群体中的 电信诈骗案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 绝对不能轻信 来历不容的电话 信息等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不论对方怎么说 都不要泄露自己 以及家人的身份信息 存款信息等 家里有老人的 一定要多和老人沟通 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 此外 平安365再次提示 中老年朋友 并将自己的银行卡 与子女手机进行绑定 并开通取款提醒功能 方便儿女在老年人取款后 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并及时获知前款去向 2018年1月18日下午 河南省新乡县交警大队 城区中队的违法办理窗口 来立民男子 表示要处理交通违法信息 民警上网查询后发现 男子的驾驶证 因酒后驾车已被吊销 不仅如此 现场民警还发现 男子口中酒气熏人 随后民警调取了大院监控 看到男子确实是自己把车开进了院中 原来当天下午 男子打算到检测站审车 由于检测站没有开门 就买了两瓶啤酒喝了起来 之后发现 车辆有交通违章未处理 便酒后驾车到城区中队处理违章 随后民警依法对男子 二次酒驾的行为 给予行政罚款2000元 并处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